欢迎收看本期猪猪美术电影 我是可爱又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爸爸和女儿互换身体的电影 爸爸是女儿 狗蛋是一名中年大叔 他有一个女儿名叫崔花 崔花正值青春期非常叛逆 所以也让狗蛋十分头疼 从前妇女两人无话不谈 但是现在却形同陌路 一天由于祖父生病了 所以妇女两人便前去探望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崔花总是自顾自的玩手机 根本不顾他人感受 看到这一幕 狗蛋便起不过地教育了崔花一顿 就这样狗蛋便和崔花在一棵大树下瞧了起来 两个人都觉得对方不够体谅自己 于是便想让对方感受一下自己的生活 可没想到的是 树居然听到了他们的愿望 在回去的时候 妇女两人一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等他们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居然和对方互换了身体 这让两人十分吃惊 没有办法 狗蛋只好带着女儿去找朋友帮忙 但是朋友却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 于是两人便只好暂且接受 狗蛋用崔花的身体去上课时 居然发现崔花已经早恋了 崔花用狗蛋的身体去上班时才发现 原来父亲其实是被孤立的 同时满吃饭根本不叫他 狗蛋用女儿的身体去参加了男神的歌唱比赛 并用一首上世纪的流行歌 成功获得了认可 另一边 真人世界的儿与我家 让崔花很不适应 好不容易等到下班 却还要去应酬客户 这让崔花很是难受 一天下来 崔花和狗蛋对于对方的生活都有了一些了解 等到第二天 狗蛋刚到学校 就听说学校即将迎来期中考 狗蛋为了证明学习很容易 于是便和崔花打赌 自己一定会考出好成绩 最终狗蛋以超低的成绩 证明了自己的失败 但另一边 因为崔花把同事之间维护的都不错 所以大家对她的好感都有了增加 因为狗蛋打赌输了 于是狗蛋便同意崔花和男神去约会 最终约会很成功 父女两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融洽 这天 由于狗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于是便准备好了演讲稿 让崔花上台直接读 但是到了演讲环节时 崔花却耍起了小聪明 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观点 最终 这个观点人的公司上下非常不满 于是便决定当场辞退她 得知这个消息后 狗蛋本人便马不停蹄的赶了过来 准备完就这一切 不过 就在起行路上 狗蛋却一不小心和即将离开公司的老板 撞在了一起 就这样 狗蛋被送进了医院 崔花此时愧疚不已 当他打开手机时 却发现父亲手机的相册里 全是刺激的照片 一时感动不已 就在这时 七天期限刚好到来 于是狗蛋和崔花也换了身体 经过这一次经历后 父女两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 看完电影 注注明想问大家 你们和爸爸的关系怎么样呢 看完记得点关注 这种未在评论区等你哦